台北市鸟出塞今天破获了一个安毒工厂 他获了将近80公斤的毒品 在其中一名通缉犯还在制毒界颇有名气 被黑道重金严请来制毒 却最后躲不过警方的追气 而最新的案情我们要连线给我们的记者李小玲 是的 这个日毒工厂就隐藏在苗栗和新竹山区三部管的地带 警方在现场偷获将近80公斤的安非他命毒品 而从现场的原料来估计还可以继续再制作大概200公斤 是相当的吓人 而国际嫌犯是南部制毒界相当有名的制毒师 制作出来的毒品的品质比较好 往往在出厂之前就被各地的毒贩订购一空 也因为这样子呢 他才能够在被通气逃亡的时候 还被黑道重金礼聘 不只攻击高级别墅来休息 出入也都坐双B的高级轿车 前后都还有小弟护送 不过再怎么逃还是躲不过司法单位的追捕而落网 以上是在试条处的最新情形主播 好小林大我们来看到这一期警方破获了制毒案的最新状况 好小林大我们来看 好小林大我们来看 好小林大我们来看